來來來 各位 這次的產品測試工作非常圓滿 大家表現得非常優異 不愧是我的重要幹部 來來 我敬各位 乾杯 你們兩個怎麼沒乾杯啊 這頭一杯一定要乾杯 這是應酬場所的規矩 你們要多學一學 懂了吧 這樣 好吧 七雷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會喝酒 經理 我幫她喝好了 幾杯黃湯下渡後 吳洪玉脫掉嚴肅的外衣 天南地北的和屬下談笑著 一餐飯就這麼吃到十點鐘 奇怪的是 一到十點 吳洪玉變得更加嗨了起來 不但沒有離去的意思 還猛灌嘉玲振華喝酒 害得兩個人相繼跑到廁所去吐 於是 於是 她開始慣安雅和欣欣 安雅很快就頭暈不知趴在桌上 其他的人也不生酒力 表示想回飯店休息 但吳洪玉卻興致盎然地提議說 她有一個朋友在附近開湯屋 要帶大夥去泡湯舒服一下 大夥本來都不想去 但吳洪玉不斷地鼓吹 大夥實在溜不過吳洪玉的堅持 又不敢掃她的信 只好隨吳洪玉去泡湯了 到了湯屋 櫃台服務小姐見她們 都有點酒意的樣子 好意脾行這種情況 不適合泡溫泉 起料吳洪玉竟然生起氣了 姊姊不要這樣 這樣我們就不要泡湯好了 你不要聽她鬼使 我告訴你 他們楊老闆是我的好朋友 你們老闆在不在 老闆還沒來 你打算要告訴她 台北的吳洪玉 姊姊來這邊泡湯 叫給她過來 姊姊不要這樣 姊姊她沒有房間 有 我們還有房間 給我們三間 好 你們從門口進去 右手邊走到底 最後三間 經理 走吧 經理 真的怪怪的 待會你們兩個一定要在外 千萬別浪彈 好 一人 就這三間了嘛 你們兩個男的 快去 去啊 看什麼 快點 快點 不準 我泡這間好了 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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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宏毅这样的行径 当场把他们都吓傻了 在紧急商议下 嘉明决定去找柜台小姐来处理 而柜台小姐 一听是吴宏毅强拉女属相泡汤 而且锁在一个房间里 也觉得事态严重 担心女同事很可能会出事 到时候汤姑也会有麻烦 于是赶忙拿着钥匙跟嘉明前往 谢谢啊 你干什么 丢牛脸啊 托托回去 不要跑 你搞什么东西 嘉明 今天是发工了 你全身吃嘎嘎 管他怎么回事啊 先进去看看严老姐 这一车 我怎么在这 你怎么在这 进去我的房间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昨天晚上 我酒喝太多 才会明明互走这空间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名被称为经理的人 名叫吴弘毅 是某知名企业研发部的经理 这一天他带领四名干部 黄安雅 李欣欣 林佳明 郑华 来到东部工厂 作为其三天的产品测试 当晚一行人住进饭店中 佳明因为兴奋睡不着觉 打电话找安雅和欣欣 到他和郑华的房间 玩乔牌消遣 欣欣欣然同意 安雅却表示累了 想早点睡 于是三个人邀请经理加入 吴弘毅答应陪他们玩一会儿 还请饭店送来的啤酒 四个人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玩牌直到深夜十点 他的编码 诡语 既然 可以啊 你怎么了 我有点累了 不然你们晚好了 我先回房休息 不过不要太晚了 于是吴红义 幸不走到饭店门口 舒展一下筋骨 享受着香野的宁静和舒适 突然一阵冷风吹来 他不禁打了一个喷嚏 觉得天气实在有点冷 于是决定回房间睡觉 结果不知怎么回事 竟然走错了房间 上错了床 对不起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先走了 你怎么背他 都是你了 说我们也不把门关好 要是我真的背他走 那怎么办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怎么知道他会这样 好了啦 欣欣啊 我已经不敢再睡在这里了 我们去找家明跟振华好不好 好 好 我也觉得我忙忙的 走啦 走啦 借着 安雅和欣欣就到家明和振华的房间 而欣欣也将刚才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两人 对不起 那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啊 没有啦 靠 猜底被你们吓死了 不奇怪 经理他到底是怎么了 我猜他可能是酒喝多了 以他平常的为人主事看来 应该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才对 我同意家明的看法 经理一向做事认真 对我们也都不错啊 何况公司人都那么尊重他 对不对 所以他应该不是那种人啊 安雅 三天 大伙一直工作到夕阳夕下 整个工作光结束 吴宏毅要大伙先回饭店盥洗一番 然后他做冬请客吃饭 慰绕大伙三天的辛苦 然而任谁也料想不到 这最后的一碗竟然又出事了 来来来 各位 这一世的产品测试工作 非常的圆满 大家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不愧是我的重要干部 来来 我进各位 干杯 好 你们两个怎么没干杯啊 这头一杯一定要干杯 这是应酬场所的规矩 你们要多学学 懂了吧 这样 好吧 老师 老师 我真的不会喝酒 经理啊 我帮他喝好的 几杯黄汤下肚后 吴宏毅脱掉严肃的外衣 天南地北地和属下谈笑着 一餐饭就这么吃到十点钟 奇怪的是 一到十点 吴宏毅变得更加嗨了起来 不但没有离去的意思 还猛贯嘉宁振华喝酒 害得两个人相继跑到厕所去吐 于是他开始灌安雅和欣欣 安雅很快就头晕不知趴在桌上 其他的人也不生酒力 表示想回饭店休息 但吴宏毅却兴致盎然地提议说 他有一个朋友在附近开汤屋 要带大伙去泡汤舒服一下 大伙本来都不想去 但吴宏毅不断地鼓吹 大伙实在溜不过吴宏毅的坚持 又不敢扫他的信 只好随吴宏毅去泡汤了 到了汤屋 柜台服务小姐见他们 都有点酒意的样子 好意脾行这种情况 不适合泡温泉 起料吴宏毅竟然生起气了 经理,不要这样 这样我们就不要泡汤好了 你不要听他鬼神 我告诉你 他们杨老板是我的好朋友 你们老板在不在 他们老板还没来 你打算要告诉他 台北的吴宏毅竟然来你们泡汤 叫他赶快过来 经理,不要这样 姐姐,他们有房间 有,我们还有房间 给我们三间 好 你们从门口进去右手边走到底 最后三间 经理,走吧 经理,真的怪怪的 待会儿你们两个一定要再一块 千万别套餐 就是三间了 你们两个男的,放这些 好 去啊,看什么 快点 快 好了,我泡这间好了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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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开门了 经理 开门了 开门了 快点开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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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宏毅这样的行径 当场把他们都吓傻了 在紧急商议下 家明决定去找桂台小姐来处理 而桂台小姐一听是吴宏毅 强拉女鼠相泡汤 而且锁在一个房间里 也觉得事态严重了 担心女同事很可能会出事 到时候汤姑也会有麻烦 于是赶忙拿着钥匙跟家明前往 小姐 快点开门了 谢谢啊 你干什么 丢牛脸啊 通通过去 不要跑 搞什么东西 家明 今天身上风了 你全身湿呆呆 到底什么事 管她怎么回事 先进去看看眼睛 小心 这边就是什么要的 到底是什么要的 快说 你在说这干嘛 看来有点子要被吓死 你带你们捏在桌上 谢谢 你先带安娅进去把私衣服换一换 我帮你回去换一下衣服 等一下如果有什么事再通知我们 好 安娅小心喔 来 这边坐 安娅我帮你把私衣的衣服换掉 好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这样子 她到底对你做什么 醒醒了 醒醒了 快醒醒 快醒醒 什么呢 你们我吗 我是希希 你最爱好的朋友 希希 希希 我已经要哭出来了 谢谢 在同事的关心下 安娅终于哽咽地将吴红义 方才丑陋的行警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 当时她被强拉进汤屋 早已经下得手足无措 颤抖着要吴红义让她出去 但是无论安娅如何哀求 吴红义不但不予领会 而且还强行要脱下安娅的衣服 安娅拼命闪躲挣扎 但最后还是让吴红义将她硬推进池中 甚至于还抓起她的脚蒙铁 安娅简直是吓坏了 她更拼命地挣扎反抗 但是安娅越抗拒 吴红义就越兴奋 整个人压在她身上 舔她 咬她 让安娅完全无法抵抗 也整个人崩溃了 安娅哽咽说完 三个人莫不愤态万分 大骂吴红义是衣冠禽兽 她们都被她道貌安然的外表给蒙蔽了 正当大伙商讨着 该如何揭开吴红义的丑行 替安娅讨回公道时 吴红义却打电话进来 要家明立刻到她的房间去 请你早来 叫我过去她的房间 谢谢 她在我干嘛 我好怕 我不要 你别怕 别怕 我们不会让她再伤害你的 是 我想她是要奉作我们嘴 家明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贴阿雅书筒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要怕她 正王 我看你陪家明一起去好了 不用了 我会随机应变 你们不用担心了 我去了她 不过 吴红义 并没有提起安娅的事 反而问家明 晚上吃完饭之后 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自己会全身 湿淋淋地回饭店 家明以为她在装蒜 火冒三丈地指责她 经理啊 你别再装了 安娅已经把你做的丑事 都告诉我们了 丑事 什么丑事啊 我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呢 你以为是黄安养 什么 怎么可能啊 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嘛 这 家明看吴红义震惊的模样 似乎不像是伪装出来的 奇怪的是 为什么前半段的事情 她记得一清二楚 后半段的事 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难道她是选择性的诗意 还是背后隐藏着什么 诡异的玄机呢 接下来 家明就将她猥亵安娅的事 全盘托出 听得吴红义是心惊胆颤 恐慌不已 糟糕 怎么会呢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 家明 大概是我 记得太厉害才会失态的 家明 你来公司 认识吧 请你的为人 你应该了解 我不是个坏人 对不对 会做这种事情的嘛 我 家明 是唐木的事情 我真的是无心的 你帮我去给安阳 还有其他人 解释一下好不好 经理啊 安阳现在身心 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只是解释一下就没死 我知道啊 好吧 那我现在去跟她道歉 你去啊 为什么又不让我去呢 安阳现在警惕很激动 我怕她看见你 会承受不了 好吧 那我就等她情绪好一点 我再跟她道歉 家明啊 你帮我跟安阳说话 我会补偿当 我会给她加薪 我会给她升职 我会给她升职 这次工作表现很好 我会发给你们奖金 帮你们继工 李李啊 你想帮助我们的嘴啊 不是啦 家明 你就帮帮我嘛 要不然 要不然我就完了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可能帮你 更不会接受你的贿赂 等一下 家明 你有没有想过 安阳所说的 不过是片面之词嘛 没有人亲眼看见 当时在汤屋里面 发生什么事 我可以不承认啊 我也可以说她是心甘情愿的 反正我什么都不记得 你 你说什么 人不畏及啊 天诛地灭 我绝不肯得让你们四个人 毁掉我的事业 家明 你回去跟其他人 好好生两家 最好接受你的条件 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家明 家明愤愤不平地 将吴红毅所言 一五一十告诉大家 大伙当场傻了眼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吴红毅竟然会说出 如此卑鄙的话 气得心心 抓紧电话就要报警 却被安阳挡了下来 安阳 你为什么不让我报警 难道你想放过她 我已经够难看了 而且我们斗不过她 我不想受到二度伤害啊 再说 如果我们揭发她了 我担心 会影响你们以后的工作 我真的不想连累你们 就在安阳坚持下 家明等人决定 回公司后再从长计议 让我们与权人